前夫成了大老板,我去找他拿点钱花,他给我张银行卡,让我三人累下 我和我前夫当初结婚的时候,我父母就不同意,因为我父母他们都是过来人 说像他这种家里非常穷,连个房子都没有,我嫁过去之后日子会过得非常心酸 但是我不管我父母他们怎么说,我始终都要和他待在一起 于是没办法,我父母拗不过我,所以就同意了我们两个人结婚 婚后我们的感情也非常好,他对我一心一意,总是会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我 顿时间让我觉得自己很幸福 我和前夫结过婚之后,就来到了城市里,租了一间房子在外打工 结婚不久,我前夫就跟我说他想要去创业 我当时一听也觉得这个办法挺不错的 万一我前夫创业成功了,我们的日子就会有所改变 这样我父母也不会瞧不起他了 于是我们两个人就去银行借了贷款 但是因为我们能力有限,还差五万块钱的样子 没办法,我就去了我舅舅家 因为我从小就是在我舅舅家长大的 他非常疼我,而我舅舅也没有女儿 他始终都把我当作亲生女儿一样去对待 所以当时我舅舅听我这么说 他就立马给了我五万块钱 并且告诉我这个钱不用还给他了 就当作是我当初结婚时给我的嫁妆 然后我就拿着钱去和我老公创业了 可是哪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我和我前夫因为刚步入这个社会 一点经验都没有 所以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倒闭了 因此也欠下了很多债务 顿时间让我前夫跌入谷底 每天只知道喝酒抽烟 把自己打扮得特别狼狈 可我却不断地去安慰我的前夫 并且告诉他 只要我们两个人不断去努力 终有一天会把这些债务给还上 我们还会过上更好的日子 当前夫听我这么一说 他就立马又恢复了信心 经过半年时间里我们两个人 几乎把债务还得差不多了 日子也过得可以 就先想着结婚这么长时间了 该要一个孩子了 毕竟我们都知道 老人在晚年的时候都想尽早抱上孙子 这样就可以想亲福 我老公当时听我这么说 他也非常同意我的做法 于是我们不到半年时间里 就有了一个儿子 我心想会因为这个孩子的到来 让我们一家三口变得越来越幸福 可是令我慢慢没有想到的是 我前夫他竟然又犯起了同样的毛病 突然在晚上的时候 他又跟我说 他还想继续创业 他想从哪跌倒就从哪爬起来 我当时一听就坚决反对 因为我们已经亏了很多钱 现在好不容易把日子过起来了 我不想再让他去创业了 可是我拗不过他 于是就又同意了 让他去创业 可是他这次竟然和上次一模一样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 竟然又倒闭了 我顿时间觉得这种日子 根本就没有办法再过下去 像他这种人永远是狗改不了次死 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第三次 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因为这件事情吵了起来 他竟然对我动手动脚 我当时非常生气 就下定决心要跟他离婚 他当时听我这么说 他说离婚就离婚 谁怕谁 老子这辈子娶了你 这种女人真是倒了八辈子美 反正你父母也瞧不起我 离婚对我们两个人都非常好 然后当天晚上 我就收拾行李 回到我妈妈家 当我妈看到我回来的时候 她非常开心 就说离开这种男人 日后还会找到更好的 我知道我妈是安慰我 可是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难过 毕竟我们两个人生活了这么长时间 可是没有办法 谁让他永远都是这种死样子 当我和我前夫离婚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我母亲就安排我去相亲 我心想自己不能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 毕竟我是一个女人 于是我就和这个人去相亲了 当我们结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就再婚了 可是那个时候正好面临我和我前夫的孩子要上学 没办法 我只好去向我的前夫要钱 当我见到他的时候 他竟然已经变成了一个大老板 听我这么说 就立马拿出一张十万块钱的银行卡给我 还告诉我说 当初不应该那样对我 听说我现在已经嫁人了 他希望我过得幸福 并且每个月他都会往这张卡里打钱 当时我听他这么说 我心里就非常难过 也有一点后悔 后悔当初坚持他继续创业下去 现如今看到他有所成就 我也很替他开心 也许就保持现在这种关系 对我们两个人都很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b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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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d